各位聊四季 聽聽眾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驅著羅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KOTD5的比賽 簡稱沙木之王比賽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村民有這個食物的消耗減免 天安時代開始就有了 那是減這個5% 到了地獄時代可以減到20% 最後到黃金時期是這個 城堡時代的時候多開TC 到村民的時候是蠻沒什麼壓力的 農田可以不用太多 但還是要一定的數量 它駱駝的攻擊速度會提升20%攻擊速度 就像是駱駝版的日本武士的感覺 日本武士是增加33%攻擊速度 那駱駝印度斯坦是增加20%攻擊速度 其實還蠻強大的 尤其是你的駱駝打游侠的時候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再來是它的火槍呢 還有這個靜遠法 各加一的能力 除了之外 這個剪下金罐之後 印度火衝 火槍兵的射程會再多加2 所以印度斯坦是整個文明裡面 射程最遠的火槍兵 再來就是它的銀罐 是這個大幹道 所有的黃金收入都提升10% 包括這個採礦啊 聖物啊還有貿易好像多會的樣子 那它比較一個特殊的建築 是這個當隊旅館 這個團戰來說比較有用 但是其實用錯也不是非常重要 它只要蓋下去之後 兩邊跑貓翼的時候 經過這個旅館就會增加移動速度 還可以回血 那我覺得其實用起來有點 不難 真的是打一些大幹道啊或黑森林 黑龍的時候 或是打這個跑貓翼 可能會比較有用一點 那在那之前喔 這個印度斯坦這個 當隊旅館 我覺得在單挑來說也沒什麼太大用處 畢竟你也不太可能跟對方跑貿易喔 單挑的情況下 整體而言喔 印度斯坦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喔 步兵騎兵工兵都能打 工兵來說可能會弱了一點 當然還是可以打戰毛病 主要是到帝王時代喔 還是要出這個火槍 比較適合它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曲折輪 那曲折輪最大的特色是 就是一開始有兩個果蟲喔 應該這裡有果蟲可以吃 那為什麼是給它果蟲呢 是因為它一開始要蓋模仿喔 那蓋模仿的話要把所有的羊收進去喔 你看羊啊三羊都在裡面 只要把所有的羊丟到裡面之後 這個食物就會一點一點的慢慢增加食物量 那再讓曲折輪人前期喔 吃過的非常舒服喔 那到了帝王時代喔 曲折輪人也是蠻強大的 那主要會強大的原因喔 是因為它這個薩地利科技喔 薩地利科技呢 是可以讓曲折輪人的食物的 軍事消耗量減少25% 這意味著它就是 擁有印加的這個 城堡時代的食物減免的效果 而且曲折輪人是有大象文明的 而且還有大洛瑪 所以這個效果用起來 比這個印加來說是更好用一點 雖然比印加少了5% 但用起來真的是蠻誇張的 畢竟人家有這個大洛瑪啊 還有這個沙奇馬啊 駱駝啊 劍兵勇士啊 沒有他沒有劍勇 他只有雙手劍兵啊 火槍兵喔 或是相公之類的 這些都是需要吃到肉的東西的 所以用起來都是不太弱的 還有他的寶兵 他的寶兵也是吃肉的 所以總體而言 這個曲折輪人 這個薩地利喔 什麼時候點下 是蠻關鍵的一個科技喔 但薩地利這個科技也不便宜喔 因為他是需要500肉的 加上450黃金 所以這個投資成本 算是要帝王時代之後 再點下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500肉 基本上就是帝王時代一半的一個 支援量喔 其實可以不用考慮在城堡時代底 因為一點下去的話 就代表你要打城堡 根據方打到底了 通常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打法 捏度斯坦是選擇了棒棒開啓 刺喉已經往前了 棒棒再出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兩棒棒 打到三棒棒有點太... 被打臉了 呵呵呵呵 才剛講完你就打三棒棒了 好 三棒棒出門 那這邊有考慮要點這個裝甲步兵喔 那支援量其實是夠的 肉待會再放一下肉 好 放肉 果然點下裝甲步兵了 OK 裝甲步兵點下加上刺頭 這邊潛壓壓力非常大 但這邊已經看到對方的工兵 而且我在挖黃金喔 這邊第一時間可能要趕快先 痛擊對方的村民或是木牆 或是直接去打這個金礦處會比較好 這邊是選擇要打木牆 弓兵出來了 裝甲步兵的效果可能就會被減免了 欸不是減免阿 會被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弓兵一出來之後 裝甲步兵就只有繞圈圈的份 你只要敢打木牆 旁邊的弓兵就會過來處理你 所以你就沒辦法好好發揮 裝甲步兵的傷害 原來裝甲步兵這個單位 是封建時代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沒記錯的話 他基本是六弓 你的弓兵只有四弓 點下一弓之後攻擊力可以高達七弓 所以這個像什麼馬扎爾阿 之類的文明或是日本 玩這個裝甲步兵封建時代是超級強的 但其實馬扎爾更多的是在封建時代打這個弱麻 因為畢竟都是免費一弓 裝甲步兵其實沒那麼好用 那日本的話加上馬扎爾 可以考慮打這個裝甲步兵 馬扎爾的話偏向赤猴 感覺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右邊沒有圍好 因為這個帶太大反正就圍不起來 這是一定會圍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邊驅逐羅倫怎麼秀操作 那這邊總共是出了五隻弓兵 還沒有點下一級射 印度斯坦這邊 但是這邊驅逐羅倫已經點了 所以這邊弓兵是很有效可以抵抗對手 因為這裡沒有一級射的關係只能先撤退 這邊印度斯坦打的算是偏保守 可能知道什麼時候該進攻什麼時候該撤退 但是蠻聰明的一位玩家 如果輸的話我就會無情白給了 想一直瘋狂潛壓然後給壓力 壓到自己死去 這種可能性是更偏多的一點 好這邊我們看到兩邊的工兵交戰 其實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兩邊聰明都沒有受傷 但是對方的毛病現在已經有一工一防了 所以對抗驅逐輪的工兵是相當好用的 那驅逐羅倫最強大的地方就是 封劍可以打小空 然後城堡時代直接轉沙西馬加駱駝 工兵也可以直接轉奴兵 這個組合是非常難受 全黃金陣容然後強軍是打一波 通常你也要守著很難守住的 你不管是出駱駝或長長兵 想要去打對方的沙西馬或駱駝 都會被他的奴兵給射爛 所以這個驅逐羅倫現在打的套路 算是驅逐羅倫一個非常強大的開局方式 直接打一個雙射箭場 然後到了城堡時代再開馬修 就會很順了 可以直接上去了 當然驅逐羅倫這個時候可以考慮點個下個馬修 去點個弱馬 點城堡時代之後 現在還沒有點 黃金剛剛沒有挖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上城堡時代 反而是印度斯坦這邊優先點一下城堡時代的升級 兩邊攻略交換 看起來是驅逐羅倫稍微弱勢了一點 印度斯坦拿上了一個上風 那這個殺敵術也是 但印度斯坦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其實能打的東西也沒有到那麼多 遇到弓片的情況下 印度斯坦能打就只有古拉木 或者是這個戰毛兵 去做針對弓片動作 做投車奴炮 印度斯坦如果要打古拉木的話 這時間點勢必須要挖石頭的 但是身為一個開弓的文明 這個時間點要去蓋城堡出來 其實會有點拖到經濟 那就不如直接把這200石頭 投資在雙TC 然後爆這個馬 爆這個駱駝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為什麼是爆駱駝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騎士 印度斯坦跟驅逐羅倫 都是沒有騎士的文明 所以你們就說 為什麼我打工沒有要出駱駝 單純他沒有騎士可以出 出駱馬感覺會太廢 對方出駱駝就直接暴斃了 出駱駝感覺是比較好針對的 印度斯坦這邊打法會比較偏效 駱駝加戰毛兵的一個前壓 然後待會城堡有機會蓋出來之後 再去出古拉木 那在蓋城堡之前也要先開3TC先開下 才會打出印度斯坦的優勢來 但沒想到先開TC的反正是驅逐羅倫 這邊互打了一個結果 印度斯坦有點被壓制的下來 順帶一提 驅逐羅倫的駱駝也是有這個額外傷害的加成 那這個騎士的駱駝 在城堡時代可以增加20%的傷害 非常多 欸是30%吧 對 城堡時代是30% 攻擊時代是20% 地龍時代則是40% 那這個騎士的額外傷害 是包含了這個沙騎馬 打這個工兵的額外傷害 還有這個駱駝 打對方的馬舊單位 或是騎乘單位 都會增加40%傷害 那之前有人實測過 印度斯坦跟驅逐羅倫戶打的駱駝 好像都是55開了吧 還是蠻看地形的 還有誰第一刀先出刀 種種因素的結果 好像 除非印度斯坦出刀帝洛吧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那城堡時代的話 或帝王時代初喜 兩邊都是重裝弱的情況下 其實有點55開 那好像異方說法是 驅逐羅倫帝王時代的重裝駱駝更強 畢竟跟城堡時代差了這個10%的額外傷害 所以這個打起來感覺驅逐羅倫 在完全成型之前 是有一個蠻大的優勢 比這個印度斯坦還要更大 這個駱駝的優勢 這邊兩邊都有出生旅 燒完招牆出面 聖物 這邊很標準的開了3TC 但驅逐羅倫這邊更早 直接開了 那邊駱駝隨時都有可能打起來 這邊來看一下交戰 這個交戰 直接把印度斯坦拖回家裡 因為現在撿兩個聖物趕快搬回家 這個聖物要是不趕快搬回家 就很虧了 好險喔 對方驅逐羅倫 並不是走一個完全攻兵路線喔 所以駱駝現在打起來還算是 比較OK一點的狀況 因為如果驅逐羅倫全部爆這個攻兵的話 駱駝其實很難打 原來駱駝打工兵其實傷害並不高 再來就是工兵打這個駱駝 傷害非常高 因為駱駝本身沒什麼防禦力喔 超飽的 基本上騎士數量夠多的情況 還是可以反打這個駱駝 所以駱駝在城堡時代的定位 其實蠻尷尬的 要到了這個地龍時代 這個重裝駱駝 反制能力會再更好一點 換到城堡時代的駱駝的話 就是防守來說是剛好 但是要進攻騷擾就是有點信用餘力有不足 你去看對面村民一到一隻有6滴血喔 6到7滴可能加1攻之類的 這個傷害喔基本上是跟你的肉馬沒什麼兩樣了 親騎駝的傷害是一樣的 駱駝這邊兩邊互打的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壓制對手 給就是壓力而已 並不是真的要 直接把對方弄死 好這邊還點一下了 忠誠思想是不是 可以招對方 僧侶 開招 好吧 是最俗思想 忠誠思想是什麼 最俗思想 這個太扯了吧 直接招對方僧侶 很有想法 好 騎士路人這邊直接正面開尻 但是看起來 印度斯坦下方的駱駝有點小小的優勢 但是這邊把對方驅逐羅人落頭包了起來 那如你們所見喔 其實兩邊打起來真的是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由於離架比較近喔 後面落頭扶得比較快喔 所以正面來說還是驅逐羅人 輸掉這個正面的對戰 那由印度斯坦拿下第一場的會戰勝利喔 那這些如果 落頭應該會繼續砍這邊僧侶 老頭應該是跑不掉了 再解難逃 再逃難解 是哪一個 搞不清楚 好 正在駱駝直接死一片喔 沒想到他們兩邊都會再出兵喔 這邊趕快先收掉老頭 但是老頭還是招到駱駝 但是駱駝數量開始有點跟不太上了喔 你看這邊出兵點離得近遠喔 誰就有優勢喔 雖然印度斯坦的駱駝跟驅逐羅人駱駝 在城堡實在真的是打得有點五五開喔 好 兩邊都補得蠻經濟的 但印度斯坦還沒有補下自己的輪軸技術喔 從天少了 打得有點慢喔 剛剛在打架喔 有點暴墓了 稍微加速一下 駱駝直接正面 想要印上嗎 但是後方有兩隻勝率 直接把對手給逼退了 這邊補下二攻 哇 駱駝補下二攻就很有威力了 如果頭直接變八攻傷害就很誇張了 打這個老頭喔 對方的村民啊 或是工兵喔 就會比較有一定的殺傷力了 不然他原本基本六攻實在太低了 但是多這兩攻的話 效果就不一樣了 這個村民是這樣 斗絲的女村民 什麼 斯加少女 趕快原地蓋洞房子 就可以補家了 就不用 就不用再等待神了 等神將裡的女孩 好像什麼粉絲 一定會出現表情 好 後面有五隻老頭 直接招了一波 開招 喔 手速很快 你看 全部都有箭頭 喔 是六個箭頭 不是五個 這位印度斯坦的選手 真的是蠻強大 可以跟俱羅的這位 河馬先生喔 打成箱子 很不容易喔 人家是知名戰隊的 直接選手 可以把他逼回去 很不簡單 好 村民來到了 82村堆上 105村 那印度斯坦很明顯 村民落後非常多 呃 屈德羅倫這邊 可以再考慮開下第四個TC喔 那其實也不用了 原原器打到這個37分 這個時間點 所以村民數已經到了108村 其實蠻夠用的 通常這個時間點 是會點地用時代 這個時間點沒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兩邊都在暴駱駝 那這邊誰先先偷點帝王時代 誰就有可能會直接原地落勢喔 所以這邊兩邊都不太敢輕一點 帝王時代 反而是還在繼續暴兵 然後讓自己的村民再更多一點 那如果打到這種時候 可能會到42分喔 或是43分左右 少一點帝王時代 現在這邊的駱駝 黃金數量需求很高 還有這個工坊邀身 待會兒要補東西要很多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點個手推測喔 點完手推測之後 然後村民數這麼多的情況下 很容易點完手推測之後 再過一兩分鐘 馬上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這算是一個 打架時升帝王的一個細節 像印度斯坦這樣直接硬要點的話 很有可能喔 這一波就會打輸喔 然後這邊印度斯坦沒有二防 但是後面有一些清奇兵想要後面趕老頭 但老頭沒砍到 反而這麥特明顯是有驅逐 路人這邊拿到了勝利 因為印度斯坦這邊又囤了 想要點帝王時代的關係 所以正面基本上是要全倒了 我才剛跟你們解釋完 為什麼我要去講這個經濟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一定要爆駱駝 你想要偷帝王就很容易打輸喔 印度斯坦很完美的為我們上了這一課 兩邊在爆麻的情況下 千萬不能喔 去做這種傻事喔 你還要去偷點帝王 如果你要偷點帝王你就不能主動硬上了 那印度斯坦這邊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喔 就是他主動上 那去做路人反而是沒有要上搞 然後去繼續爆嘛 OK那駱駝直接後方砍死一堆老頭 老頭直接遠地倒地 這邊上來直接上高地 前面直接潛壓城堡開始 駱駝是浪漫打了回來 印度斯坦這邊決定要放棄上帝王時代 所以又開始爆了駱駝出來 好這邊直接高地插一個城堡 但還沒有插到對方石頭區 還算是蠻保守的位置喔 沒想到印度斯坦這邊直接爆開 原地打不贏 因為剛剛也沒二防喔 現在有二防喔 有二防的話就有機會打得贏了 好那去的路人這個時候 城堡一好 可以稍微去賣一下木頭 轉出地龍時代 這邊兵就可以不用爆這麼多了 這就是一個 哎唷開始賣了開始賣了 他直接賣石頭 這麼疼喔 木頭不賣賣石頭 好 這邊石頭賣賣 直接點地龍時代 OK 那印度斯坦這邊落後 所以現在也不太敢點地龍時代 你看這邊完全優勢就打出來了 本來是印度斯坦這邊是有機會先點的 結果打到後面變成是屈的路人先點 所以我就是一個經濟上細節喔 那果然是在42分左右上 41 42 43那邊 我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分數原因喔 是因為其實在打的時候 有時候玩家們都會不知道 對手哪時候會上地龍時代喔 你可以大約去想一下 現在兩邊都在爆兵的情況下 還有3T是運轉 算是36 35分鐘 那如果你只要知道 現在已經到41分鐘了 你該點帝王了 這個時候不點的話 你就勢必要城堡打帝王了 大概自己要去算一下這個 這個時間你有算好的話 會在你之後打C帝王 會有點算是 像打撲克一樣算牌的感覺吧 然後你總是要算出 對方上地龍時間跟自己上地龍時間喔 才不會落後態度 好那驅逐路人這邊點下手推車 這點帝王之後才點的 兩邊都很標準 二級龍的極目 然後石頭也開始爆發 好駱駝一到地龍時代 待會就可以補下重裝駱駝的升級了 那待會還是驅逐路人這邊會有優勢喔 印度斯坦這邊優勢並不太大 因為待會一上去之後 是直接加成40%的額外傷害 超級痛 而且還有動裝駱駝 雖然沒有三攻 但是這個額外的40%的傷害 這一瞬間喔 對方沒有三攻的情況下 是很難打贏的 那駱駝繼續潛壓 才對方劍植物 現在他們都在整地龍時代 稍微加速一下好了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阿你怎麼走過去的 這是BUG嗎 他剛剛從這邊穿進去勒 但是他沒有用這個 衝過去的駱駝打欸 哇 這個GL的河馬先生 很講武的欸 居然沒有用BUG穿過去的駱駝打人家村民 欸這是觀戰顯示的問題 BUG 怎麼覺得這個觀戰模組才有出問題啊 因為我已經付費 買了這個觀戰軟體 結果 結果還是常常有些BUG出現 也不知道這是不是遊戲的BUG就是了 怪怪的 好 那駱駝兩邊都點一下 中中駱駝 好鐵開架 便算很標準點下來化學 點化學主要是出駱駝 然後出這個火槍喔 火槍的話打駱駝傷也不錯 而且可以當後方主力喔 射程又遠 那驅逐倫反而到地龍時代之後 後方的一個遠程輸出 是比較偏弱一點點的 真的要打的話 只能打他的寶兵喔 這個 六環童子 配上駱駝 左邊這邊大量駱駝也是壓了進去 但是這邊印度3駱駝升級還有30秒才好 這邊去的路人 盡可能可以想要跟這邊打一波 因為現在有自己的升級優勢 這時候跟對方互打 絕對不會太差 好 果然在前線又蓋了一座城堡 兩堡雙壓 OK 中中駱駝也升級好 印度斯坦的駱駝也有45隻 驅逐倫這邊是56隻 左右開攻兩邊都在駱駝爆打一波 這邊可以繞進去 右邊也繞了一隻駱駝進來 右邊還沒圍死 左邊壓力也是越來越大 但驅逐倫的人口已經滿了 這邊點一下前線衛隊 還倒是要打相攻了嗎 前線衛隊的話可以讓這個駱駝 增加4防 你看這個防禦直接變0加7 哇靠超硬 對面印度斯坦 這邊沒有上蒂落的話 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前線略隊以上之後 驅逐羅倫的駱駝坦度非常十足 跟對方騎士互砍 打的優勢是越打越大 那印度斯坦這邊雖然有駱駝的攻擊速度加成 但是並沒有太多額外傷害 你剛剛點一下蒂落之後 才有可能打得贏 這個時間點續跟對方互打 絕對是勝算偏低啊 我看誰被炒成白癡 我自己只死了一隻駱駝 印度斯坦死了大概五隻駱駝 前線列隊喔 真的很強 不是前列線喔 前線列隊 前列...前線... 謝謝 好這邊直接點下了大量的肉 拿去換黃金喔 哪來這麼多肉啊 這驅逐羅倫省太多肉下來 這裡買賣一波 剛剛賣了快一千肉了吧 這邊需要一點黃金 但是其實現在驅逐羅倫這邊有空圖優勢喔 黃金應該是不缺的 反正經濟上調配喔 木頭挖的人太多了 可能要趕快跑去挖黃金會比較好 好這邊驅逐羅倫 直接壓進來 印度斯坦這邊村民已經降到剩94村 村民非常落後 而且有一些村民也沒在工作 都直接收村了 正面這邊農田能開打起來嗎 感覺印度斯坦想要... 混火箱出來之後在正面打 好 駱駝把右邊收復 這塊金礦可以安全穩定挖 就可以有機會逆轉 好 驅逐羅倫正面的礦墟也是挖了蠻多的 基本上野金都是挖的蠻乾淨的喔 基本上挖完之後還滴村喔 把村民自動滴掉 騰出人口空間 轉出更多的軍事喔 想要來一波把對手打死 這邊還點一下草藥治療 讓殘血弱頭可以直接進駐城堡 可以迅速回血 好 右邊這邊城堡沒有繼續往前蓋 反而是開始守家裡囉 好 感覺喔這邊 河馬先生喔 可是... 注重防守跟進攻的男人喔 並沒有... 固執的喔 一直瘋狂進攻喔 該停的時候還是會停下 好 這邊四勝物喔 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印度斯坦這裡現在沒有黃金上的優勢 那大幹道的效果也沒辦法發揮得很好了 好 好 軍銀頭四巨頭砸掉一台之後 第二台能砸掉嗎 好 四巨頭砸...再一發 唉唷 殘血 打歪 打到後面的駱駝 駱駝表示個鞍 好可憐 好 這邊最後一波 最後可能最後一波交戰了 印度斯坦這波沒守住就完了 火槍有點下射程嗎 沒有 印度火槍資源不夠 直接打出了GG 最後這一戰也不打了 心態炸裂 兵數量喔 真的是差距明顯蠻大 72隻 這邊只有大概一半而已喔 30幾隻而已喔 後面只有少量的火槍 黃金還不夠多 正面已經全部被打垮 這塊金也被封了半條街 後面的野獅也挖不到 這個真的是心態炸裂只能打GG 那這邊去駱駝打得非常漂亮的 改點都有點 而且這個前線列隊 真的是他的關鍵科技 尤其是駱駝互打的情況下 這個科技 基本上一打下去喔 對方駱駝基本上贏不了 而且是連印度斯坦駱駝也是這樣子喔 非常難產的一個科技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喔 是這個印度斯坦非常的落後 據說駱駝這邊是經濟爆的非常OK 全部都贏喔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有四生物的壓尺喔 所以這黃金上喔 感覺上市沒有輸太多了 但其他資源還是輸蠻多的喔 最主要是因為這邊被圖到一堆村民喔 不然中期的時候 兩邊經濟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到城堡時代的中期的時候 印度斯坦村民是有落後的 因為他在專注於在暴兵喔 沒有在專心喔 反正讓曲子羅倫先農了上去 那就算是一個比較細節上的一個經濟的 差距的一個地方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